上期我们说到犬戎攻破浩金 周人被迫迁都洛邑 并安排情人留守卫河平原 给了情人入主关中地区 并在卫河平原发展壮大的机会 那么犬戎是如何攻破周王都城 周王是又为何要迁都洛邑呢 我们应该都听过 《烽火系诸侯》这个历史典故 烽火本是古代有敌客入侵时 用来传递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的 一般从国都到边境要塞的沿途都设有烽火台 而在西周时期 周王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 附近的骊山一带修出了二十多座烽火台 每个吉里地就是一座 一旦犬戎进席 首先发现了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 临近烽火台也相继点火 向附近的诸侯报警 诸侯见了烽火 直到京城告急 天子有难 必须起兵勤王赶来救驾 所以当周幽王为博美人包四一笑 点燃了烽火台后 一时间朗烟四起 烽火冲天 各地诸侯一箭警报 都以为犬戎打过来了 果然纷纷带领本部兵马 急速地赶来救驾 但到了离山脚下 却连一个犬戎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却只见周幽王和包四坐在高台上 饮酒作乐 诸侯们这才知道 自己被周王戏耍了 怀念而回 包四见千军万马 招之即来 挥之急去 不通儿戏一般 觉得十分好玩 忍不住呢 燕然一笑 周幽王大喜 并为此呢 数次地戏弄诸侯们 到后面 诸侯们就算看见烽火台点燃 也不再来了 因此当犬戎真正入星时 周幽王再次点燃了烽火台 烽火道是烧起来了 却没有等来一个救兵 最后犬戎攻破了浩金 杀了周幽王 西周呢 也因此宣告灭亡 而当诸侯们醒悟过来后 浩金已经沦陷了 一切为时已晚 诸侯们无奈 最后也只能忧虑周幽王的儿子 周平王继位 并迁都洛译 开始了东周之机 那么犬戎族为何经常与周人爆发战争 这一切呢 还得从地缘关系上找答案 如果是从地形图上来看 作为为水上最大的两条支流 金水和落水 它们带着各自的众多支流水汽 将龙山以东 黄河以西的区域 冲击成了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 龙东高原 陕北高原 其中的分水岭 我们称之为紫乌岭 而在这两个高原上 就生活了跟周人关系密切的两大族群 犬戎和生戎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处于卫和平原的 周人所处的地缘关系 在当时来说 卫和平原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由于南面秦岭的阻隔 卫和平原的主要的沟通方向 是来自于另外的三个方向 而这三个方向呢 又可以再分为五个地理单元 即西面的龙游地区 西北的龙东高原 北面的陕北高原 东北的冯和平原 东面的河洛地区 西面和东面分别是 分封的秦人和新确立的政治中心 不存在什么压力 而东北面的冯和平原是当时的诸侯国姓国 也属于周人下面的分封国 事实上在周王室决定东迁至洛邑之时 秦人也是护卫的主要力量之一 相对来说威胁较小 所以对于周人来说 最大的地缘压力就来自于西北面的龙东高原 和北面的陕北高原这两个地区 同样是两个地区的戎族 那为什么孤普浩金的是犬龙 而不是生龙呢 并且也极少听到周人跟生龙之间爆发战争呢 这其实是有特殊原因的 在周人看来 生活于陕北高原的龙人 是可以联合的对象 从取名也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这两个地区都属龙族 但是位于陕北高原上的龙人 并未冠以歧视性的动物名号 而是称他们为生龙 并且为了拉拢生龙 周王室还将选取王后的权利交给了他们 从生龙选取女子作为周王室的王后 以联姻的方式促成了双方的联盟 从而消除了周人来自北面 陕北高原上的地缘压力 且从周人与生龙族联姻以来 生龙对周人也是贡献了不少力量 比如周人将他们分封至中原各地 以帮助其征服其他不臣服于周人的地缘力量 因此生龙对于周人来说 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可惜的是 因为周幼王当时为了包四那位美人 废掉了生龙族的王后 以及他所生的太子 这就等于是打破了陕北高原 和观众地区的地缘平衡 所以在犬龙进攻浩金时 生龙与周人的联盟已经不存在了 不仅如此 生龙还与犬龙结成了新的联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隆东高原上犬龙族与周王朝的地缘关系 其实对于周人来说 他们的先祖最初是生活在清水的中游 一个被称作优的地方 也就是现在陕西兵县境内 最初应该也是以牧业为主的 后来被犬龙部族改下了山 进入到了渭和平原地区 也就是祁山附近 从此就转变为更有前途的农耕一族了 毕竟种植业要比游牧更容易获得足够的食物 养活更多的人口 因此周人很快地在渭和平原的西部崛起 成为了观众地区的主人 再后来 当他们北面的地缘压力再次逼近时 周人决定再一次搬家 将根据地选在了渭和平原的中心区域 也就是渭水以南秦陵以北的浩金城 从此西州也就定都于此了 所以说在西州时期 非处在渭和平原上的周人来说 南有秦陵祖阁 西有秦人防守 东有诸侯国护卫 北面又是联姻的盟友族群 那么只有西北笼东高原上的犬龙部族 才是最大的威胁了 至于犬龙的来历 我们可以认为 他们最初也是从笼山以西游牧而来的 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说过 金河的上游区域有两处发源地 这两只源头水流都有通向笼西的道路 并且在笼山以西 曾有一个叫做威龙镇的地方 据考证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犬龙族的都城 所以犬龙部族 完全有可能是通过金河通道跨越笼山 进入到笼东高原拓展游牧领地 后来又沿着金河南下 在金河的中游地区 遇上了周人的祖先 在双方的角逐过程中 犬龙族把周人的祖先赶下了笼东高原 并从地缘上一直压制着周人 最终在西周末期 周右王当政时 犬龙族就从隆东高原 沿着金河河谷南下直插为河附地 如果按照周人分封制度来看 巩卫金氏的任务 应该是由王城周边 同属于一个地缘区域的封国来完成的 而在这一地缘区域内 最远的两个基姓诸侯国 国国和镇国 相距王城浩金也就100多公里 对于马车代步的诸侯们来说 这个距离不算太远 他们如果进京勤王的话 一天一夜应该是足够了 可问题是 由于之前周右王多次的烽火系诸侯 因此当真正的犬龙来了时 那些畸性诸侯们也只是当狼来了的游戏 但是作为异性附庸的情人 却仍然履行着自己的义务 因为他们有最好的马匹 所以每次烽火台燃起 他们总是会赶来救援 不过可惜的是 这次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犬龙已经攻破了王城 杀害了周右王 并将浩金解掠一空了 但是这次犬龙对浩金的解掠 却间接地改变了情人的命运 因为浩金被迫后 周王室决定将王都东迁落意 而情人忠勇地接下了 护送周平王东迁的任务 且在西周王都旧旨的处置问题上 情人也是勇敢地接下了周王的安排 因为对于决定东迁的周王室来说 完全放弃卫和平原这块祖地 是很难接受的 而那些畸性贵族们 在有机会随王室东迁的选择下 自然也是不愿意再留下 护卫关中地区了 因此周王就把这个重任 交给了一直忠勇的情人了 所以对于留守的情人来说 如果不能战胜犬龙族 那么孤军奋战的他们 也只能充当跑灰了 而如果他们能够战胜犬龙呢 那么成为下一任关中地区的主人 也就是顺应自然的事情了 当然最终情人呢 也是不负众望 守住了卫和平原 成为了关中地区新的主人 并由此开启了出侯争霸之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